大家好 我是黎医师黎科 今天给大家介绍约中药 他的别名叫王孙 那古代称贵族子弟为王孙 李时珍也称他为补药之长 堪底摆药之手的人参 但同时他又物美价廉 具有贫民之风 黄棋最早记载于神龙本草经被列为上品 明代李时珍本草甘木专门介绍旗子 旗者长野黄棋色黄为补药之长顾名 这里旗有两层意思 一个说旗是年长 另一个说黄棋非常长 黄棋用的是根 在所有的根要中没有比黄棋再长的 它最长可以达两米长 比人都高 黄棋色黄 黄是匹之色 匹为土 黄是温之色 黄棋同时也是药石同源之匹 黄棋他这个名字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善良的老人名叫戴散 他善于针灸治疗为人厚道 戴人谦和 他呢也是非常乐于助人 后来由于他搭救一个落崖的儿童而身亡 老人形瘦面色淡黄 人们尊称老者为这个黄棋 老人去世后呢 人们为了纪念他 就是用老人墓边长的一位 胃肝具有补中益气 止汗 利尿 这个消肿 而且还可以除毒生机 有这样作用的草药呢 称为黄棋 并用它来治愈了很多人 在民间呢 广为流传 那么中医古籍里是怎么记载黄棋的呢 像经典神农本草经 它的原文就说呢 黄棋胃肝 微温 主拥击 九拜疮 而且呢 排农止痛 大风赖急 补须 致小儿百病 OK在临床上呢 黄棋归脾肺经 为补气药药 临床一般呢 习惯于 就是三种用法 一个是生用 一个是密质 还有 敷皮拌炒三种 黄棋呢 多是固表 脱窗 沥水等 那么离可老中医 乘船基地 提出生黄棋有七大特点 就是 晕大气 定中轴 剑中气 厚土气 食肉气 冲礼气 脱腹气 黄棋具有补气的效果 那么 适合于气虚的人 气虚是什么特点呢 有什么症状呢 我介绍一下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 少气揽炎 四肢疲倦 乏力 当然了 这个有的人可能马上对号入座 哎呦 我是今天好累哦 好疲乏哦 有一点要记住 如果你睡了一觉 可以恢复 第二天精神抖擞 这就不算气虚了 如果你睡了觉 休息了 仍然是少气揽炎 四肢疲乏 整日呢 没有精神 这就属于 这就很有可能是属于 脾气虚 那么还有什么呢 精神不振 食欲不佳 哎 一定是有这个消化系统的症状 那么如果气虚呢 还会出现这个气虚下陷的症状 像这个内脏下垂 胃下垂 子宫下垂等等 如果气虚呢 还可以不同血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出血的现象 例如鼻子出血啦 月经量多啦 还有皮下出血啊 几个症状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能诊断为气虚症状 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常利用黄旗的一些小例子和方子 这里面呢 有四个小方子 一个是痔疮小方 一个是托福生肌小方 还有一个是食肉气小方 还有就是黄旗福林水 第一个呢 就是痔疮小方 这个呢 是中医博士罗大伦 他们家的祖传方济 它的主治呢 主要是内治外治 我们知道食南九治 那么痔疮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病是怎么发的呢 就是由于我们久坐 那么久坐以后呢 气血运行差 血液在肛门那里呢 回流受阻 局部呢压力比较大 造成淤阻 这就是痔疮的形成的原因吧 那么我们这个小方子呢 很简单 就是两味药 一个是黄旗 九到十二克 地龙呢 是六克 这就是一日的量 那么地龙呢 它是实际上就是蚯蚓 干制的蚯蚓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在土里面特别能够钻来钻去 对吧 所以呢 它能够通过而活血 黄旗呢 又补气 中医说呢 气型则血型 就是说血的流动 是靠气来推动的 所以呢 这两位要配在一起呢 对于治疗这种气虚型的痔疮 效果很佳 第二个是托腐生机小方 托腐生机呢 就是我们长了一些胸疮啦 皮肤有些烂啊 或者有脓啊什么的 要把这个腹脱出来 这叫托腐 生机呢 就是把这些不好的这个脓啊 去掉以后 这个新的肌肉要长出来 这叫托腐生机 那这个方计的组成呢 是大伎量的黄旗 然后呢 是九大黄和乌梅 这两位呢 就是小伎量 当然这个伎量呢 一定要根据个人的体制啊 然后专业医生来判断一下 这里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路 那么是水尖腐 它的主制呢 是正气不足 或者气虚吧 疮忧隐痛 不能脱毒外出 就是有些人啊 他那个长了那个包啊 或者是农疮啊 久久不遇 农也不出来 这个就是不能脱毒外出的意思 那么神农本草经呢 就谈到黄旗呢 胃肝微温 煮庸居酒外窗 排浓止痛 那么九大黄呢 是因为他是用酒泡制过的 所以长鱼走血粪 而且呢 降灼清热 生散火毒 它就是 有这种排毒的作用吧 乌梅呢 脸降向火 好 第三个呢 就是食欧气小方 它的组成呢 就两位 是大忌的黄旗 和小亮的乌梅 也是水尖符 一忌三日符 可以致呢 心脏二三 就是心脏 二尖半 三尖半 闭合不全 这个方子看着很简单 对吧 但是它确实是 就是很有效 好 下面是最后一个小方子 我们知道黄旗呢 是可以沥水的 这个方就叫黄旗茯苓水 嗯 我们知道很多女生啊 这个就是什么月经前后啊 或者是什么长期坐着工作啊 经常是这个可能下肢水肿 那么黄旗呢 它可以这个沥水 这下茯苓也是健脾去湿的 黄旗呢 我们这里是15到30克 吴苓呢 也是15到30克 吴苓呢 然后就两味药 水尖符 这是一日的量 它的特点呢 就是 补气沥水消肿 对于气虚型导致的水肿 这种肾病引起的下肢水肿呢 都有很好的效果 其中我认识的一个年轻美眉吧 她就是每天工作也挺紧张的 经常说这个腿就是有点那个紧紧的水肿的感觉 她就每天泡一点这个黄旗 也没有放茯苓 就感觉呢 很好 工作这个精力也比较旺盛 腿的这种紧张感呢 也消失了 好 我们今天呢 就介绍这些黄旗的一些小例子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